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開心雄課 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現在要中途了 這個課 聽完後我們等一下就要用餐了 我們今天拿著 因為今天很多人來電招 200多個 所以等一下才11.50 我們要先讓大家休息在樓下用餐 還沒跟他們在那裡拿著火 然後我修憲 我向秘書長的命令 來這裡跟大家解釋說 我們這次去華盛頓DC九會的一些 幹言就是一些處理的事情 讓大家知道 修憲我跟大家 我們兩千空八年開始說 修憲我跟大家報告就說 在兩千空八年 二月設立的時候 台灣民進府 它是軍紀萬國共法 建政法在台灣台北省立的 就是說 兩千空兩年 我們秘書長帶兩百二十八的 隔美國 我本來也是很幸運 剛才有參加到 有聽到他 英英 有台北市去拍攝嗎 美國臺北市了 台北市委代表 對啦 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跟你報告 因為 我那時候 因為他成立的時候 那一次我沒有參加 所以我不曉得他在哪個換店 我知道 我們的內閣成立是在歐樺府犯店 因為那時候我有參加到 那時候美國他們派很多AIT派人來 然後這個2月2號民政府成立那一天 2月2號那一天我是沒有參加黨 所以沒關係我等一下再給你問一下 上次再給他講 好 再給他報告 好 好 連哪個飯店都要知道 好 沒關係 這也是很重要 你如果有這個疑問當然我們要跟他報告 好 好 好 沒關係 我等一下給大家問一下 吃飯的時候再給你問 那時候我們成立的名稱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因為我們知道 美國如果軍事占了人的土地 像他打伊拉克 打伊拉克的時候他也在伊拉克成立一個 伊拉克平民政府 所以因為我們去美國之後 2006年去美國到2008年 美國政府單位給我們打 說你們現在要成立台灣平民政府 因為我們台灣人沒有過自己的國家 也不知道要怎麼自治還是建國 這條路我們都不能走 沒有人跟我們打過 所以美方 因為我們有各國 所以美國的法院 要求他們的政府要跟我們打 打怎麼走 所以他一段步就跟我們打 說你先要成立平民政府 我們美術長聽到 很高興 因為他開始有去跟我們做中事了 所以那時候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那時候的美國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後來他們說 他們想要用簡稱 叫美國軍政府 我們為了要跟他們說的 為了合作 所以我們現在都說台灣民政府 減值 就是 就是 本來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那為什麼叫做台灣民政府的原因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為什麼 我們就是軍紀萬國共犯 政政犯 在台灣台北生立 成立那個台灣平民政府 所以後來我們在20010年 4月25日那時候 在台北基行專給代表台會 台北的那個 這一個我有參加 這就是台北的那個體育長 一個很大的 它是哪 因為那時候人帶我去的 我知道是在一個體育場裡面 對 對 謝謝你 那時候我們參加的 在台北基行 參加有農民黨 有民主黨 跟共和黨 這民主黨 共和黨 跟農民黨 這是我們對秘書長 國家的同心 所組成的一個政黨 我們裡面沒有民進黨 沒有台聯黨 沒有國民黨 都沒有 因為我們是學識美國 美國有民主黨 有共和黨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有 我們的同心 就成立民主黨 共和黨 跟農民黨 所以頂頂的政黨來參加 那個時候 參加 我們有選出 陳宗某先生 當我們第一屆的主席 接下來 我們在七月設施 的時候 美國 他就邀請我們 在他們的華盛頓DC 設一個辦事處 設一個台灣平民政府的辦事處 我待會兒辦樓 可以讓大家看 之前 我也是跟大家一樣 都只有在座面上 說看 知道知道 但是沒有 是這種看的圖片 這次我們去美國 華盛頓西 我們去美國 華盛頓西 我們去參觀 我們的聯邦大樓 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我們有拍的很詳細 等一下會放給大家看 再來 再來 就是 在九月設施 就是 同年 那一年 九月設施 美國冠軍跟台灣 民政府共同基盤 一個集會 給美國民體 形容 說是 送美領以後 台灣人最快成功的集會 這就是 台灣國際地位 進行法 很重要的一個旅程碑 因為九月設施 那時候我們法理學院還沒成立 對必須人走的 資格也沒有說很多 雖然說 有很多人出錢 但是不一定有 很認真參與活動 因為大家都很忙 所以 我們那時候沒有錄影設備 都沒有錄影 這個機器也沒有人材去錄影 參加 那時候美國有七十幾個人參加 我們台灣這邊到十多人參加而已 而且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上班 所以他參加的很多人 都人際比較大一點的 他基本上要叫他去錄影也沒辦法 所以那時候的錄影 就是這塊 這是美方 美國人那時候有給我們錄影 他知道我們有很多的困難 他幫我們錄影 錄影之後 他將這個錄影送給我們秘書長 秘書長 秘書長他來購買幾百塊 幾百塊 幾百塊 給董事的季工來認購 認購 然後 可能那個 我們的 那邊那邊 我們的買書長我 那個志工 那可能還有存一些 你可以問看看 如果有興趣 想要看一下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的錄影帶 第二次的錄影帶 我們就沒有做這個CD了 我們網路就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去抓 可以自己去網路裡面抓 就不用再花錢買了 所以在2001 就是我們的在過年的時候 我們就成立 法理學院第一屆成立 因為在2008年那時候 美國就議會跟我們說 你怎麼開始 你想要這個政執政 你就要自己分的你的幹部 你要有你的認識 你才有什麼執政 那時候 秘書長就一直去找 找地方 找地點 但是 我們聽到台灣民眾要怎麼做 都沒有人敢做我們 因為 對啊 對對對 沒有那時候 大家都走國民黨 會找他的辦法 要找 不然就很貴 因為我們經濟很困難 我們基本就住不去 做不去 所以我們就找很久 找到 一直到 有一邊 有一邊 郵先生 就是政治大阿公 政治大阿公 就是 他對秘書長走的 他就是 一天聽到秘書長演講之後 他終於當秘書長 他是個高中的老師 他現在已經差不多90歲了 他認識了秘書長那時候 他看秘書長說 啊 你都沒有一個給他關小的 就是他的帳範 那你 你要辦什麼活動 你怎麼辦 沒辦法辦 結果他就說 依然決定說 他要拿他做他的帳範 其實 秘書長他根本就沒有錢 根本就完全沒有經費 所以他說他有帳範兩百多萬 做他的帳範 其實是在幫他支付他的那個 因為我們做場地錢 什麼都變政治大阿公 他要去送錢 沒錢 他要負責 聽說他的妻子 可能花到這個大 大概也都沒什麼錢了 他沒錢 他都要去把他贏在那裡借錢 所以我們 我們秘書長有 今天很多人 聖經都幫他幫忙 他自己有很好的理念 還有生活病 有很多很重要的人物 伸出很重要的那隻手來幫他 所以我們才可以撐到現在 所以各位董事 你們今天可以來這裡 很不簡單 這也是我們所想不到 當初我們到美國 也沒想到說 我們有辦法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靠很多人受驚起來 還有大家報告 我們第一次的時候 很高的 只有四度 那時候來的學員 都要自己帶稅待 因為 郵先生 政治大公 帶他去聽 美書長的演講料 他就很認同 美書長 林志森博士 我們的領導人 林志森博士 他的理念 然後 他就說 他有一間 有一個農場 很久沒用了 他想說 可以美書長去使用 他帶美書長來看 看的時候 他很好 他說 你這間大樓是很好 但房間很多樓 但是沒有一間 那麼大樓會高興 沒有高興 基本就沒辦法上課 他要幹部室 要上課 剛開始 你來看 你來上課 就是先跟你講 台灣的歷史 這很重要 你外面根本聽不懂 就有一個根據地來講 這個歷史 給大家聽 要有上課的場地 他那時候 我們現在所謂的這間公司 本來是一間一間的房間 一間一間的房間 他說 沒有公司 很可笑 還要找其他地方 由先生聽完而已 第二天 許救工人 來將這些房間都講到 跟徐柴秘書長 徐柴秘書長 徐柴秘書長 來看 這樣有夠大樓嗎 如果沒有夠大樓 後面又講 這樣 他就全部花自己的錢 徐柴秘書長 看了 很感動 想不到 他可以回去 這麼有一樣的理念 然後這麼用心的人 當然 就毫無推遲 就用這個地方了 這個地方 因為二十幾年都沒用了 所以他就整修 我要花三百多萬 三百多萬 所以我們第一次那時候 根本 我們也沒有錢 可以去買 什麼 蟲子 蟲子 蟹子 都沒有 我自己帶著 一直到第七、第八、第八、之後 開始慢慢 那個工程館慢慢行 後來還有一點錢 就開始去找錢 來買蟲子 買現在的蟲子 所以你現在來 都可以睡得很熱 這是我好幾屆 七十幾屆來的成就 後人在享受前人的那個付出 又跟大家報告說 為什麼你們今天來 我們都可以說同心同心 因為 古早 剛開始第一回到第七、八回到那時候 我們也是都叫學員 還是叫同學 後來我們就是 我們開會的時候 就是說 美師娘說 我們特別都叫學員同學 這樣到外面 公司的幹部 都沒有什麼不同 分不出 我想說 我們來想一個新的名詞 可以用一聽 就知道這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來上過客人 後來就大家想說同心 大家要共同一條心 要創造一個新的台灣 我們在台灣有一個新的環境 我們就一定要用 中華民國這個政權 請美國請他們回去 以為對來就請他們回去哪裡 所以我們大家有共同這一條心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說 用同心這個名詞 所以你來這裡的時候都說 顧他同心 董他同心 是怎麼會叫同心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有人幫你問 你怎麼解釋 再來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簡單 跟大家報告的狀況 再來就是說 2013年 2003年的 2013年那個時候 他九月初六 台灣民政府 他在度基盤 更大的集會 兼記者會 甚至我們有邀請 ABC電視聯播 聯播王 那個主持人 就是2012年 專訪美國總統歐巴馬 那個主持人 Skrach Schumann 他來會場跟我們主持 這天是 真的我們台灣人 熱熱唱好的 然後那個 曾根主席 他有發表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我待會兒跟大家介紹 現在我就是要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請問 我們有在網路 聽過我說九會這狀況的人 請問有多少人 如果 很多人沒聽 我跟他講 不然已經講很多遍了 很多人都沒聽到 那我再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本來 我們預定差不多12個人 12到18個人 要去美國 像我秘書人說 因為我們 我們都沒錢 要去的人 我自己出很多人 要出10萬塊 你自己要掏腰包10萬塊 然後 你才有辦法參加 這次的九會 因為 機票前的7萬6千多 還在那大 大四五天 那飯店 飯店一枚 都四五千塊 說10萬塊 可能還沒什麼到 尤先生有出一些 那 當然10萬塊 也不是太少 秘書人說 現在經濟那禮拜 可能沒那麼多人去 所以他就按照12到18的 去報名 結果想不到 報名結束的時候 有30幾個參加 然後秘書人說 哇 大家都 都秘書人要去 這個要把它拆掉 也不對 那個要把它拆掉 也空了 最後就說 不然都要去 32個 全部說都要給我們去 當然他就很快 賺錢 又去 想辦法買12點的機票 因為 沒有同時買 所以我們就分成兩批 第一批就是 十八的人 由那個 潘信信副主席 他帶隊 第二批十二的人 由我那個 我和夫人和潘良華副主席 做帶隊 因為我是參加第二批 我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這次去 華盛頓DC 是 路程這個趣文 第一批就是 由 台灣 統統基調 飛到東京 由東京 再轉輔能機 轉到 底特律 底特律再轉輔能機 轉到雷根機場 華盛頓DC 它的基調是雷根機場 它有兩個基調 然後比較靠近 靠近那個 他們的那個 中心電 那個是雷根機場 所以我們就 去雷根機場 我們就買到雷根機場的機票 第二批就 由頭部 背到東京 東京 跟背到 亞特蘭大 亞特蘭大 跟背到雷根機場 我半分去半幾個 幾個 幾個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第二批的狀況 我們就 到 早上 9月4號 早上 從頭部坐 佛人機坐到 東京 到東京的時候 差不多12點 還在那裡 等到差不多2、3、4點 到很順利 坐到達美航空公司 坐到 從中間 坐飛機 坐到亞特蘭大 當我們 來到亞特蘭大 那個 海關的大天的時候 下很多人 看著都傻 哇 這麼多人 擺幾個 擺好幾層 好幾層 兩、三百 一、兩百的人 這擺到來 還要過海關 因為 他要過海關 一定檢查 到時候 這些人排到 輪到我的時候 可能要 一、兩、三點鐘 一定要很長的時間 我們的佛人機 有 delay到那麼慢 我們佛人機 又四十幾分 就要飛了 那時候 我們就很緊張說 這樣 我們一定坐不到佛人機 坐不到佛人機 坐不到佛人機 就慘了 因為 下一班的飛機 不知道什麼時候 再來 他也不一定有十二位 要讓我們智慧坐 有可能加出兩位三位 你就要十二的人 要分幾個T次 分幾個T次到 到達美高雷根機場 這樣就很麻煩 對吧 因為我們隔一天 就要辦交會了 我們的時間都很緊迫 我們只要去四、五天而已 還要檢查佛人機 扣掉三天 實際上 我們可以辦的活動 也沒幾天 結果 那時候 夫人 這裡不知道 這裡 那時候夫人 他就臨時 幫我們集一個 集我們十二的開業的臨時會 說 我們要想辦法 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們快速通關 不然這等到來 都坐不上飛機 沒有時間 我們開割這麼多錢 來到這裡 沒有達成我們的目標 就慘了 後來潘梁環副主席就說 比書中有種邀請函 駕在那裡 然後他就邀請函拿出來 邀請函全部都是英文 然後我們就想說 沒有來試試看 邀請函 寄票 還有我們台灣民進 台灣民進 台灣民進 公民身分證 作為提起 跟他們的官員 他們的海關的官員 接車看看 那夫人 因為外遇能力比較強 我們就請他去 結果他去 他真的不知道怎麼跟他說 差不多沒有到十分 他就跟我們握手說 來來來 他旁邊要開一個 一個關口 要讓我們這十二的快速過去 我聽著很高興 真的喔 那厲害 你這樣跟他說 十分鐘而已 國民黨的官員 如果要做這個外交的接竅 可能十分鐘也沒有達成這種效率 我不曉得他怎麼那麼厲害 後來我們就 我們十二個人 大家都穿西裝 穿得這麼多 然後就點點在旁邊 走去海關的關口 大家就 我都叫我們的官民事 我們都拿出來 寄票 我們要去進去 我們就大家一定都 我們只要出國 我們一定都準備這行 然後他們海關的官員 都看看看看看 都沒有跟他問 就都 12月差不多10分鐘 就全部通關過了 通關完畢 實在很快速的 就真的很不容易 打贏這個外交這一站 然後我們就 當然我們就很快速的 就趕快很順利 就坐上飛機 到雷根機場 到雷根機場 到雷根機場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裡待 我們跟第一隊就說 我們在那邊在那裡待 然後等到雷根機場 做會出海關 結果 他們在地特律 說彼灣更加嚴重 說白的人彼灣那麼多 他們彼灣那麼多 他們彼灣那麼多一分鐘 既然彼灣那麼多 去到雷根機場 他們還分兩梯 兩梯次才到 所以他遇到 他沒有想到 用我們的方法 所以我就說 有時候 但是我是團體 我用嘗試 我用嘗試 我用嘗試去突破 我們成功了 但是第一隊 他沒想到 但是他也沒有邀請人 我們說真的 他邀請人在我們這邊 邀請人沒有在他們 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很順利的 大家出海關 當然這已經到晚上八點 晚上八點多了 晚上八點多了 然後我們在海關 全部順利的 大家都在雷根機場 很順利的集合了 然後出海關了 都在那裡合照 然後我們就去 八點多去文化飯店 文化飯店 剛開始我跟你們掛 中華民國的機子 我們就順利他抗議 說你掛不對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 我們跟中華民國 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政府 他就順利我們換 順利我們換 你看 對 他把我們兩機都給我們掛起來 台灣民政府還有他們的機子 我們還要抗議說 不對 我們跟他完全不關 他飯店也很配合我們 順利換掉 跟他換我們的機子 這就是華盛頓DC的特區的機子 飯店的機子 這就是他們美國機 我們跟他抗議都有效 但是我們去日本 去三遍了 日本人很不大 住在飯店 巨蛋飯店三年都住在那間飯店 跟他說 把我們的機子掛起來都不敢 到現在還沒有 我們還在 每一次去 就每一次一直跟他吵 但是他就說 他就都沒有掛 他整個所有的國機都沒有掛 他就不要掛我的機 結果他們自己 他們跟日本機也都不要掛 我說 所以 所以我們去三年 變成 所有的旗子都沒有 我們在那邊五天 四天 他們飯店所有的機都沒有掛 所有的日本人都沒有掛 都沒有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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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那邊的人 走 這就是我們在飯店的合照 我們去隔一天早上 我們就一些我們的童心 那個男士先生 他們在大陸那裡合照 隔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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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四季酒店的酒會就開始了 我們行程拍得非常慢 隔一天 隔兩點就開始了 所以我們要去之前 他們的員工就掛我們的機子去 所以我們有童心很早就去了 所以他剛好拍到這個相片 那可能葉組長 他可能早上都沒有去睡 早上半天就出門了 就走去 走去 走去 然後我們的師長 起的時 他就說你看 他將我們的機子掛起來了 後來陸陸續續 我們的童心就到了 這就是我們的主席 我們的真根縣召主席 然後 我們的童心去那裡拍照 再來 他們的遊客看我們在那裡 因為我們穿這個高操組衣服 很熱鬧 他就來這裡跟我們一起湊熱鬧 跟我們一起合照 然後 這就是 我們要去飯店的時候 我們先去 我們先去拜訪 拜訪我們的主席 他先去 他住在四季酒店 我們住在文化飯店 因為四季酒店的費用很貴 同樣五星錢 他這一枚 房間都超過半大間 他一枚超過代表 這邊兩萬人 然後我們住那個文化 比較便宜四五千塊 四五千塊其實也很貴 不過就是算很貴 很貴 然後 這個時間這架 路路續續 我們就進去酒會的大廳 這就是酒會大廳 那個門口那裡 這就是我們的葉州長 新蘇州的葉州長 他們好生 他剛好在那間 文化飯店的員工 他就 我們這次很多活動 就是他先把我們安排 外語能力蠻強的 他在那裡突出 都拿我們接車 這就是 以下台灣市民政府 他說 就是晚上六點到九點半 我們在辦活動 他的門口 這個清澈 這裡比較 台灣市民政府 他說 他說晚上六點到九點半 這很清楚 我們高山族有一些朋友 去 因為我們怕說會冷靜 首先我們都沒有安排節目 怕說時間會很冷靜 所以他們就首先 趕快準備一些節目 萬一如果能唱的話 可以即興表演 他們就馬上網路 抓了一些那個歌詞 在那裡練唱 主席也都在那裡練唱 大家很用心 2點半就去 6點 6點的活動 大家2點半就去了 美國 四季酒店 他們的員工也很用心 像我們的機器 都有得很正式 這真的跟日本的差很多 我們主席 大家都在那裡練唱 這一位先生就是 美方的那個 這一次總策劃人員 他就很早去 他跟大家接洽 說待會兒程序要怎麼做 說時間要怎麼 節目要怎麼安排 這是我們的副主席 副議長 副議長 他有跟我們去 他剛在那裡 說到 布置 布置 布置我們的旗子 大家在那裡很認真 拿歌詞在那裡練唱 時間換這個 要搞 這是酒會的狀況 我們政庚主席 是 董事 我們的這位 我們的政庚主席 他是董事 在我們台灣的醫學院 後來就去日本的醫學博士 留在日本行醫 就沒有回來 他在日本是腦科的權威 他在日本有開館 好像聽說有兩間醫院 最近他身體有那麼不好一些 他那次 真的他身體很不好 但是他脫著病情去參加我們的酒會 因為我們的酒會很貴 酒會這次 將近花了將近二十萬美金 他一個人就 自己拿十萬塊美金出來了 他出了一半 然後另外一半 我們民政庫去刑 稍微把它抽出來 我們六點到了 六點到了 我們就開始 我們就大家都 站在門口迎接貴賓 這是我們的曾根主席 第二位是我們的高沙的主席 雅虎 第三位是我們的夫人 我們秘書養的太太 因為秘書養沒有辦法 他就說他沒有拿到美國法的 那個旅行政權 他沒有出國 他就是 生活在政治內容當中 他要關在台灣 這樣 所以夫人就代表他出去了 這是我們的潘信信副主席 我們的紀博士 他是德國一個大學的教授 然後這是我們高沙主委 高沙主委 沒有 不是 這是我們高雄州長 高雄州社會州長 我們紀博士 他在德國 看到我們的網路之後 他就退休 他就毅然毅然回到台灣 跟秘書養共同來奮鬥 為我們台灣民政府來奮鬥 所以因為他外語能力很強 我們很多活動 他都自會參加 他都一定都很參加 我們去日本 然後去美國 他都會參加 因為我們很需要語言的人才 然後我們時間到了 美國 他們高雄州很多代表 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讓我們大家看 一個一個 陸陸續續 有一些代表官員 就會來參加 還有這一次日本跟韓國 他們也有派他們代表過來參加 駐美國的大使館裡面 他們都有派他們的代表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持人 這個Squatch Human 他很早就告訴了 跟大家打招呼 他看到我們的 周先生 他就是 那天他最怕的 他說我穿什麼 這位先生 他有來台灣留學過 所以他很會 他很會說法義 所以那天在學長 他也跟我們都用法語在聊天 這兩位先生 這先生跟小姐 就是我們請 他在那把關 邀請韓國的名單裡面的人士 我們才會請他過來 請他進來 我們王州長 對我們台南州長 王志騰王州長 王博士 他在英國留學 他這次也有參加我們 我們的美國 所以他就跟美國官員在那裡交換名片 夫人跟官員在那裡交換名片 我們就拍了幾張 給大家看 我們酒會的狀況 你如果要看到最少 那個網路 請你們自己在網路裡面抓 我們時間到了 我們晚上七點到了 過賓都差不多錄長了 然後我們那個主持人 他就開始節目開始 這位先生 這一位白頭髮這一位先生 他在這裡第一次的時候 他也是有參加 我們第一次是他也有去跟我們拍照 他是國務院一個記者 攝影記者 然後第二次他又來參加我們 我們很高興 我看到他 有點 他說 他又來參加我們第二次 我們很高興 然後他就邀請我們曾根主席 這次去最重要 我們就是要發表 這篇的宣告 曾根主席他就是 去那裡做這一篇的宣告 我們為什麼要用四季酒店 因為四季酒店 美國華盛頓第一次來講 是一個指標性的 你如果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要宣告 就是借用這一家酒店 它是一個很古老 一百多年的酒店 它裝飽很漂亮 但是費用都很貴 不過沒辦法 因為他們美國就是 都是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只好也是用這裡 我們第一邊第二邊都用這裡 這也是美國把我們指定的 叫我們來一邊辦 這就是第二天 剛才酒費就是 就這樣很盛況 我們這次美國七十幾個 我們三十幾個 總共有一百多個人 因為第一邊 你如果看你就知道 這酒費怎麼 他們美國就跟我們說 跟我們檢討說 你們很奇怪 你們台灣都站一堆 十八都站一堆 我們美國人站一堆 全都沒有交流 都沒有講話 我們這次第二邊就不行 像剛才大家一定都有 每個人都有分配工作 誰進來你要招呼誰 誰進來你要招呼誰 就分配工作去打招呼 所以第二邊總控比第一邊好很多 我相信如果再辦第三邊 一定年輕人 年輕人一定又如何 這就是我們第一天的行程 就是辦酒費 第二天的行程 我們就去參觀我們的辦公室 我們在華盛頓DC 美國 對 我們就是美國 他要港軍事 尖領那個地方 像他打伊拉克 他也有把伊拉克在這間大樓 設一個伊拉克辦公室 就是他每方 他有重要的事情 他要跟伊拉克聯絡的時候 他跟辦公室這個人 這個人這個代表說 那個代表他就要把資訊傳回他的國家 然後 同樣的 他軍事占了我們台灣 他以前都沒有把我們打 也沒有把我們設立平民政府 在那裡設立平民政府都沒有 是因為這次的任志心博士 就是我們的領導人 尼士森博士 他把他打我們打贏 他放棄抗辯權 就定義是我們打贏 所以他就開始把我們打 教我們怎樣走政治這一條路 所以他在那裡 我們就說 2010年7月4號的家設辦公室 就是在這棟大樓 他的門牌邊他都要一二五年 這棟大樓 我們一些成員他早上去 就在門口 在門口要拍照 我跟大家報告 買這邊不是很簡單 這兩個有兩個所謂都 抓青的在門口在戰衛兵 然後我們要進去就是夫人 先拿手指 我們就要做出的證明 先去 先去跟他們溝通 之後 之後我們陸陸續續到場 我都將我的ID 大家要先交出去交給ID 給第一個所謂 他就先去check 沒有問題 每個人都發一個牌子給我們 每個人都有一個牌子給我們 那個牌子就照你那個ID裡面的 那些資料打算 然後才讓我們過第二關 第一的檢查後沒問題 才可以坐電腦 起到我們的辦公室 因為那個辦公室都很小間 小小間一間一間一間 每一個都一樣 每一個國家都一樣 但是他有一間會議室 你如果需要借用也會議室 你就可以借用 我們去的時候就就有一個會議室 這就是每一樓裡面會議室 我們在那裡 夫人我們就大家都在那裡開廢 臨時大家在那裡座談 這就是政治大阿公 他就很高興 他說他吃到九十歲了 或是九十幾歲了 他說他吃到這麼多歲 還有辦法參加這個活動 他身體要很用 所以他很高興 他說他可以為台灣打拚這樣 說一劑 他就說必須長說 只要一劑就要當中華民國安法 很不簡單 靠了一支筆而已 因為我們改革 這就是我們 我給大家證明說 給大家看 台灣平民政府 美利堅合眾國代表處 我們真的有在那裡設一個辦事處 而且這不是親差人 可以在那裡設的 這很清楚 台灣平民政府 美利堅合眾國代表處 辦公室都沒有大廳了 我們去看參觀這時候 對面剛才那個辦公室有開問 讓我看一看 比我們還要小間 我們這間還要比對面那間還要大間 我們就 因為我們好不容易去 大家都在辦公室裡面拍照 三十幾個 這本人 我跟總會長還有一個小姐 我們通通在那邊拍照 這 雙雙雙雙 我們主席就說 不然齁 我們大家在我們的旗子裡面簽名 做紀念 拿回台灣 這支紀念齁 一樓 一樓那個圓桌的後面那裡 我們三十幾個都有簽名 做一個紀念齁 第一邊齁 第一邊算 比較沒有這種狀況 第二邊我們就當然 第二邊我們已經成熟了 第一次都還不成熟 第二次已經蠻成熟 所以我們有做很多拍照的紀念 這個由對面的大樓拍到聯邦道路的狀況 所以齁 這可以跟大家證明說 我們所走的樓都是一步一腳印 真的有機可循的 不是空水母子這樣亂說的 你想齁 他美國為什麼不去邀請民進黨 還是國民黨 跟他設一個辦事處 對 主要就是 因為我們改革 就是臨志生所領導的 這個團體 這個組織這個團體 改革 他跟我們成立平民政府 他跟邀請我們去設一個辦事處 不然你想他怎麼會叫民進黨 叫國民黨去設一個辦事處 沒有 所以 我們 我們所走的每一條路 都是依照國際法來走的 因為我們林博士 他是國際戰爭法 他在日本拿到國際戰爭法的報酬 後來他去開報事辦 重傷做生理 然後林博士 林博士 還跑去中國 設了 聽說是四間學校 要讓 讓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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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破壞到 他負責到他負責 甚至把他抓那關 抓那關 他好不容易 逃了一個多月 從四川逃一個多月 逃到台灣的金門 然後他那時候就做出來說 像我這麼聰明的人 我就讓共產黨給我 我都破散了 就命令要不贏了 在那個 台灣的時候有收水過 他說 台灣人怎麼有人比我聰明 台灣人對共產黨怎麼有辦法 這樣就慘了 跟台灣一定會很慘很慘 後來他就照著他說 我只要可以有外面 可以讓我順利回到台灣 他後半四人 要做台灣永遠的志工 所以他回來做毅力 這麼有毅力 一直堅持要做這些工作 完全都不動搖 不變心 我跟你講 他不是沒有挫折 他受到很多人攻擊打擊 還受到很多挫折 我們跌倒十幾次 但是我們大家都互相 鼓勵 我們不能倒 我們一定要堅持走下去 你看 從第一次到七十幾次 他每一半都不來 而且他來都三天三天 你看 很累 你來三天你就很累 他是七十幾次的三天 又高級班 我剛開始 十幾次那時候 我也都有隊員來 拜過五六日 五六日 我們那時候來的時候 不是這樣 來參加做志工的人 一個人要交三千塊 才可以來做志工 你不是要來做志工就可以了 剛開始因為都沒有錢 我們都完全沒機會 你就來參加的人 你還要 自己出飯錢 然後 你就是住宿的費用三千元 當然 完全沒有 沒有錢破的 你自己不敢來 很多人 自願來當志工 然後自己掃腰包 自己掃腰包 然後自己付飯錢 這樣子 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幾次 經濟上 一直稍微打的過 美術院 美術院跟他說 不然就不用再 來當志工 就不用再繳費用 那時候 開始就有很多人 現在都不用費用了 你如果 上過高級班之後 有任同感 或是有時間的人 可以把 現在都身體支援他們這邊去班 志工 因為他們離這附近 你應該把他們 那邊的 一個 做金融的三千元 應該把他們定義 你如果想要做志工 可以來 就是來服務 跟我們 同心服務 如果可以的話 你也應該登記 因為現在都不用費用了 來還有 所以 蠻划算的 然後我再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再來 後一段就是 我們的主席有說 他說 台灣民政府 美國民政府的改正 我跟大家報告 他說 台灣民政府 他是中心 在美國本土的 台灣 美國政府 他是一個 美國的政府機構 這很重要 這不是 親愛一個民間機構 是美國的一個政府機構 他真正的名稱 應該是 台灣 美國民政府 這就是美國 軍事政府 他是 軍紀錮金山 和平條約的23條 的規定 也是他 曾經學者的 占領義務 所設立的一個 諮詢機構 所以 一切的 軟硬體費用 本來就要 讓占領方的美國 國防部來酬播 不是 被占領方的 本土台灣人去張羅 一切 就是 美國軍事 占領伊拉克的時候 哪有一個例子 美方也有經濟援助他們 設立平民政府 然後 給他們很多費用 但是他對我們很可憐 完全都沒有幫我們 沒有經濟最多 我們秘書長也都搖著牙根做 所以 靠很多志工 有 有什麼所謂 欠款的時候 大家都自己掏腰包 自己掏腰包 緊到現在 所以我真的要 美方 你也要依照伊拉克的模式 來 援助我們 台灣民政府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訓練了將近四千個人 我們怎麼做幹部訓練 幹部訓練 我們也要花很多錢 你美方 你既然要幫我們 就幫到底 你既然有幫伊拉克 你相同的 也要幫我們 甚至你也可以教我們 怎樣訓練我們的幹部 用你們訓練 你們 美國工夫人員 那個方式來訓練我 我相信 我們所有的同心 一定經得起你任何的考驗 因為 我們大家都願意自己 花費用來這裡上課 怎麼會進不去任何 你訓練 你國務人員的方式 我們這些人 絕對 對我們來說是 輕而易舉的事情 所以 我直接奉勇 美國 你一定要趕快來幫我們 或者 我們再走下去 真的很辛苦 再來 再來 下一段 再來 政根主席 他有跟我們說 他說 他說 日清也關條約之後 日本天皇 擁有台灣 日本天皇擁有台灣 台灣平衡領土的主權 太平衡 太平衡 滾土的主權 太平衡建進後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 滾土的主權 可是 日本天皇 他並沒有要求 放棄台灣 滾土 領土的主權 所以 日本天皇 台灣領土的主權 至今是不便的 古今 山和平條約 也說得很清楚 我直接跟大家報告 像我剛才說 就是說 是清條 假有戰爭 大家應該知道 因為 如果日本歷史沒有幫我們教 但是 中國歷史 他中華民國都會幫我們教 在 在 清朝馬關 他有 假有戰爭 然後 清國跟 台日本帝國 收拔 這個清條 打書 他就簽了一個馬關條約 當時 剛開始 清朝 他想說 他要當 鳳天 台灣 佩奧 掛牛 台日本帝國 但是 那時候 這條約下出之後 蘇聯跟帝國 他有跳出來抗議 他說 遼東半島 是在清國的國土 你不能掛牛 他萬國共犯 國土是不能割讓的 不管你是用 戰爭的方式 或者是買賣什麼 國土你都不可以割讓 所以 他就說 你 鳳天不可以割讓 鳳天就是現在的 遼東半島 但是 台灣跟帝國 是清朝的 擴殖地 他還不是殖民地 擴殖地 因為 近前 我們的 蔣師傅跟我們說 他好像 西半部是清朝的 他的 開放的地方 然後 東半部這邊 是都 高山族 人的土地 所以 他整個台灣還不是都清朝的 他只割差不多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 他是擴殖地 所以他可以割讓 所以 他就是台青台風帝 擴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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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擴殖地 因為他不是國土擴殖地 所以青台風帝 擴殖地 擴殖地 國土擴殖地 他那時候要證獲 國土擴殖 也死很多人 國土擴殖也死很多人 當然 那是一個很 非常地 悲慘的歷史 我們一家就沒聽說 另外 另外還有 有時間再說 所以 他在1937年 日本 實施 華民化 華民化後 開始管理台灣 然後 我說到第二世界台前那時候 麥克阿索 他 日本他就建書 四月初 他發表一個造書 後來 8月15日 日本天皇的投降 投降宣告 然後雖然是9月2號 他正式把盟軍投降 8月15日 日本天皇 他就先導航 因為那兩顆原子炸彈 他就投降了 麥克阿索 因為那時候 日本有跨了很多地方 台灣 琉球 菲律賓 印尼 外南 還有 遼東半島 還有 北方四島 很多地方 因為麥克阿索 他日本投降後 麥克阿索 他要去日本接受他的投降 但是台灣 他沒辦法分身皇宿 他沒辦法來這裡 所以他就派 去台灣 接受 台灣 日本的 總督的投降 那時候 麥克阿索 他去日本 占領日本的時候 他去日本成立一個 日本平民政府 成立一個日本平民政府之後 他在絕對的時間之後 他就把日本的選法修改 修改 就像現在的小日本 因為那時候是軍事占領 所以他要修改 憲法很簡單 聽說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後 就把他修改成功 所以他現在小日本的 占領官職庫 只有北海道 四國 本州 跟九州 四個島 還有其他一些小島 而已 不然其實以前 大日本是很高的土地 連盟軍 日本的土地 四分五天都要擱當出去 北方四島 蘇聯占領去 然後流求台灣 蔣介石集團 軍事占領 流求美軍的盟軍 占領 然後 冠南 當時 冠南 他也叫金剛才去占領冠南 但是因為 冠南的 胡志明 他的國父 他知道蔣介石 很恐怖是一個人 蔣介石去冠南 帶一大堆的軍隊去 去而已 都沒帶東西 沒帶糧食 看人家的豬肉 可以收成 就是蔣南的豬肉 都把他們掛起來 他的軍事都蔣南 從我掛起來 變成他的軍糧 外南人都沒跟他吃 結果聽說 他去的時候 餓死了兩百萬的越南人 所以外南 越南的人很切 蔣介石 這個集團 他的國父 胡志明 胡志明 他就去找法國 找法國的那邊來說 他說 我感恩外南 讓你法國這樣而已 你如果可以把他掛起來 我越南當你的殖民地沒關係 那法國 可能也有條件交換 他就真的來 軍隊就把他掛起來 所以蔣介石 他買到1945年 12月15號 跟他走來台灣 走來台灣 走來台灣說 會到台灣的關富節 其實他是去 外南的法國 法國那邊跟他掛出來 這歷史可能都讀不到 這是我們來這邊還曉得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 麥克阿蘇 他軍事佔領日本 他也跟日本人訓練到 現在日本變得很害怕 他們 要向美國 所以現在日本人 很難 但是 很幸運 安倍晉三選到 中立之後 他做事情就是 修改日本的憲法 所以他是一個很有帝府的人 因為 近前 那個 麻生太郎 就是他的前首相 他真正 要去討北方四島 去跟蘇聯討北方四島 但是他要去討北方四島 不是兩支手機而已 他是經過日本的 眾議院跟 那個 參議院 通過一個 特別的條案 法案 所以全權 麻生太郎 他的首相 可以 跟蘇聯討北方四島 結果去的時候 蘇聯跟他說 你怎麼有主席來幫我討 麻生太郎回來 他說他沒有資格 他現在日本沒有主席去討北方四島 麻生太郎回來後 他們就開始 奇怪 你要依照國際法 依國際法 他沒有資格去要 為什麼 為什麼不知道 為什麼不能要 後來 他就派他的秘書來跟我們的 林志森博士 因為林志森博士 他那時候就開始 民政府開始 他說很多日本的歷史 他也國際戰爭法 他也是國際戰爭法的博士 所以他就來跟蘇聯討 他研討 蘇聯討 說 你要趕快修改 你們的日本憲法 日本憲法 就是你們的憲憲 把他們拔掉 你根本 你現在小日本 小日本你根本 就沒有資格去討 你以前的討論 你的土地 你要變成你以前的正常 因為他現在是不正常國家 日本現在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 他到底都讓人拿出去 哪是一個正常國家 你要修改你的憲法 之後變成一個正常國家 你才有資格去討 北方四島 他有資料討 北方四島 再來一定討台灣跟澎湖 所以秘書長 好像今天早上來 不是有講嗎 有可能美國 會很快的時間來 選佈說他要向台灣平 平 日本天 只要他們的憲法 他們的憲法 修改成功 這是歐巴馬總統 必須要做的第一件事 所以我們也希望 安倍晉三 趕快 領導他們的眾議院 跟參議院 修改他們的憲法成功 但是他們有左派跟右派 左派是 就是我中國那邊的 就是他們的在日朝鮮人 還有在日的中國人 就是很多 所以他當初 我們知道 日本有人在韓國 韓國有很多人移民 去日本做行為 但是後來 韓國獨立之後 那些人都沒回去 好像留在日本 帶他們日本人 還是嫁日本人 就變在日的朝鮮人 在日朝鮮人 他後來也是變 現在的日本的公民了 因為他們國會裡面 他也佔很大的歧視 他後面就是中國 中國去自己支持 所以他一定反對 他修改憲法 所以安倍晉三 本來是按說 9年12月15號 就應該會過 結果一直到現在 聽說還沒有過 也在努力當中 我們也希望他 趕快成功 他如果日本修改憲法成功 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成功的那一天了 我們期待好消息趕快過來 再來我給大家報告 在美國國務院兩千空四年 有一個解密資料 他有釋出一個解密資料 就是說 在兩千空四年的時候 美國國務院 他有一個解密資料 剛才讓我們看 他說 他有披露的東西 尼克森跟季辛子 他有意圖 要出賣台灣 給中國人民共和國 但是日本 他跨金山和平條約第二條的規定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官學 看完之後 台灣的領土不是 祖恩來跟季辛子 所無知認知的無主地 我們是日本天皇的屬地 因為一個國家有主權 我們知道 一個國家有主權權利 跟主權義務 它是從台灣的主權權利 掛同盟國 那個同盟國 就是現在的聯合國 他們去接管 但是他的主權義務 是不可割讓的 無法割出去 所以他的主權義務 他不是無主地 我們台灣的主權義務 就是屬地 還是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政府 是日本天皇 他 他 我們台灣是有主人的 他不是說無主地 不可以讓人說 他生贊生贊 或是生贊生贊 這個完全來實行 單獨還是聯合瓜分佔領 因為一個國家 在世界之前很多地方 都沒有主人的地方 就對一個國家 強權的國家去發現 他就先去占 占久 他如果經營一段時間 他有可能宣布 變成他的國土 但是我們台灣不是這樣 我等一下給大家 因為我們台灣 是日本在1945年 四月初 還有在戰爛的時候 日本天皇 他有發一個造書 發表一個造書 從台灣變成 神聖不可分割的法定領土 他是在萬國國法的架構內 所以日本天皇 他是已經受到 天父不可移轉的 主權義務 這是義務的枯塑 因此 從台灣當作無主地來處理 是沒有主意 過於正當性的 所以在這裡 我跟大家證明 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發一個造書 這個造書 以前我們都從網路抓出來 我們是一張造而已 我們可以大家參考看看 他裡面就寫說 他台灣可以派幾名的參議員 幾名的眾議員 去參加他們日本的國會 因為日本人一兩年 都有來參觀我們的台灣民政務 民主長要送他東西 送他東西 那時候是郵書要做的 都覺得沒辦法 所以我們的志工 就第一次的志工 跟必須人就有最辦法 去做這個東西 變成真的東西 日本天皇當初也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發了那個 我多記了 還有開開鋼板 就是那個 就發了十幾萬才做出這種東西 那時候只要做五十塊而已 剩下幾塊 你如果有興趣 可以把志工問看看 不知道有沒有 大家看看 他這已經證明 這個詔書可以證明 但台灣 為什麼變成日本的國土 因為他4月1號 日本天皇發的這個詔書 變成 他那時候說 用台灣 變成他們日本南部國土的延伸 這可以證明 他 他發的那個詔書 是幾十多 然後 最重要那一塊就是那個 對 再來 因為時間還要到 我趕快 給大家報告說 最重要的是 美國總統 對 對 對 在這裡 美國總統 應該要這個 我們政公主席有 在這裡發表的宣言裡面還有說 美國總統應該按照國際法 給台灣人 親像當年 留給我人民一樣 然後 他有 理性的政樁 給台灣人 國際地位 可以進行法 例如 台灣的中國人 他的配偶 以及他的怕什麼 他中華民國國前 跟世界人權選完 第十五條的規定 每一個人 擁有一個國際的管理 所以 蔣介石集團 他只剩六十萬台軍 還有他的眷屬來 他們那些人 應該可以選擇 中華民國國籍 但是 對於本土台灣人來說 他比兵 中國人 在1946年 加過十二 他集體規劃 我們所有台灣人 集體規劃 成為中華民國國籍 是台灣人的 無奈 跟不得意的選舉 因為他都沒有 讓我們的 阿公阿嬤 我們的老白老母 去選公 你要留在台灣 做中華民國的人 還是要回到日本 因為 在馬關條約 清條 將台灣 掛入日本 的時候 日本有依照 萬國公法 跟國際戰爭法的規定 讓台灣人 兩年的選舉 你要留在台灣 做日本台灣人 還是要回到清國 那時候聽說 有四千多個人 選擇回去清國 但是 中華 集體集體驗台灣 他並沒有 我們的阿公阿嬤 或是我們的老白老母 那時候是日本 台灣人的人 讓他去 有兩年的選擇機會 他就直接 在1946年 將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都變成 中華民國的國籍 我們台灣人 台灣人 在台灣台灣 最多的道路上 六十八年來 都讓中國政權 一行 語言跟 血統的消滅 是比占領下的無助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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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可能的地方 有一個例子 十二億的人口 會不會去參與 他們的選舉 不會吧 他們二三十萬人 應該選他的議員 他們的總理 然後印度 好 再講一下 印度一樣 一樣 他也有議員 有總理的選舉 印度也是12億 他選自己的 大家分的清楚 很清楚 各選各的 但是這個 拿來台灣 大家都亂了 只要說 九月六十萬人 他的團體來台灣 他們要選議員 選領導人 是他們六十萬人去選 台灣要成立一個台灣 平民政府 但是沒有了 講這事沒有了 他都跟我們騙 他跟國際騙 他用審政府的機構 跟外國人騙 跟國際上騙 所以他也沒有跟我們加 所以 我們六百萬人 沒有跟我們成立台灣平民政府 變成我們去參與他們的選舉 選到亂七八糟 所以那時候 旁邊選了總統的時候 去給連戰說切果 大家想好了 為什麼要去用切果 其實 國民黨的高層 他們都非常清楚 他們要把台灣 設立一個平民政府 讓我們台灣自己選 我們的領導人 我們不能去參與參與選舉 我們無台無錢去改變選 結果我們選掉 他想說我們一定選不掉 阿扁那時候也沒想到說 他會選得掉 結果選掉的時候 他說我們切果 那會說我們切果 表示他們早就知道 國際法應該怎麼做 只是他沒有要跟我們搞 然後美國也打迷糊仗 因為我們每年都買很多軍會 所以他也打迷糊仗 唯一的這種方式 所以我們 所以國民黨他們現在已經去做 要逃走的準備 你看他一直搜刮我們的財富 你如果動不動 怎麼就要把他發錢 什麼紅袋一大堆 所以你看得出來 你看一個花博 花百多億 百多億花之後都沒有什麼東西 南美國 在內府 花六十八億 蓋兩萬幾百 要用一百九十八億 你看那差這麼多 怎麼樣寧可讓美國管 也不要讓中華美國管 對不對 好 謝謝 我現在講到這裡 各位學員 我們下一樓餐廳吃飯 十二點半 十二點半 準時到大門口 一樓大門口拍照 十二點半 到一樓大門口拍照 一定要拍照 不然你們今天來上課就沒有菜了 還是要再來一次